我们继续跟政大外交系的刘太太教授 来讨论即将举行的第二次川金会 刘教授 我们知道朝鲜的特别代表金贺哲 跟美国的代表比根从20号开始在河内就一直在谈 上次新加坡会谈之前 我们也是看到双方代表是谈到最后一刻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我想先从就是说我们前面曾经谈到的 究竟契合要契到什么样程度 更重要的是说怎么样才能够逐步的解除制裁 这个是不是说你做到哪里 我解除制裁才到哪里 用这样的方式逐步的进行 还是双方可以一步到位来谈到什么程度 从刚刚我们讲到的各取所需 也就是各个有它的利益的考量来看的话 目前双方都希望是一个正面的结果出现 那据韩国方面的这个情报显示来讲的话呢 他们主要是卡在这个宁边的这个核设施的这个炸毁 从开始检查到最后炸毁 然后再确认都炸毁 这个核设施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这个是北韩方面已经同意愿意愿意这样做 那只是说X是说是国际的这个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来查 还是说五个拥有核武的国家来查验或怎么样 这个也是在 但这个应该不是大的问题 那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呢 是希望说这个宁边这个炸掉之外 plus one more 再有一样什么东西了 就表示说比以前还要再进一步走 那北韩方面就是意思说当然是一换一的嘛 我做了这个 那你就要把这个经济的制裁能够放松 最好当然是全部解除 那美国方面在这方面不愿意全部解除 美国已经放出了风声就是说可以的这个松绑部分 那目前韩国那边一直在讨论的就是说 韩国也很最希望就是金刚山旅游的计划 就是放南北韩之间的那个松动那个协议 对那当然这不是只有南北韩 那中国这样变得也可以来了 对对对 因为北韩这边现在已经ready了 就已经准备好了 金刚山也好 原山也好 就是大陆那边也讲了上一次的这个金正恩的 最近一次的去大陆的时候 也是讲到了旅游的嘛 大陆学者就已经提到了说 这个旅游这个来讲实际上是不在联合国制裁的项目里面 因为这个不是那个这个制造制造业这种的生产 它是一个观光的 所以的话是是可以可可以实施的 还有他上去看医药嘛 医药也是一个不是不属于制裁项目的 所以他有可能就是仍然维持联合国的制裁 但是呢像这个旅游啊 医药啊就是有属于人道的啊 或者是这个服务业的 这种可以稍微的开放一下啊 让北韩能吸收到一些经济的 北韩有实惠 对实惠 因为北韩来讲说 讲了那么多 我炸了 你一点都没有 没有一个糖果 或者是好处都没有嘛 那美国的意思想还要再压多一点了 但是呢 这一次来讲应该是他会要炸他的临边的核设施来换 这个经济的这个制裁的解除 那当然还有一个美国方面也有提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说还会给他一个这个宣布这个韩战终结 两个可以宣布 那但对北韩来讲这个利益不是那么大啦 北韩要的是安全保障 那个要最后才会提到的啦 所以他们现在还在谈这个啦 那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刚刚提到的 这个利益中office的 这个也是双方都有这个意愿 我们就是后面这两个我们慢慢谈 我想这一次新闻报道是说有 双方会谈到停战协议 甚至和平协议 这个按理来讲是要 四个当时参与韩战的国家 还有加上南韩跟中国大陆一起来签署的 那可以美国跟北韩两边就可以有一个协议吗 这个是要怎么样来做的 这个其实啊 就要想到Donald Trump 川普 大家想到川普为什么一直急着要跟金正恩会面呢 而且就在三月之后 三月一号之前呢 这个他都细心安排好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这个中美还没有完全的达成一个协议嘛 所以的话呢 这个北韩就是一个 他跟中国的施压的一个筹码 或者一张牌 所以的话他要这样选 所以如果 就是说中美到目前 还是没有到三月一号之前 就是到这个峰会截止为止 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出来的话 他就有可能跟北韩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宣布这个韩战终结 因为两韩其实已经自行宣布了嘛 那美国跟北韩也宣布 那对于这个北京来讲 那当然面子不是很好看嘛 应该假设是 刚刚您讲的完全是 国际法的话 应该是这个 这个过去宣战的四国 同时一起 然后宣布 然后宣布这个战争结束 然后签订和平条约 那但是现在这个 这个两韩已经偷跑了 美国也不拍出这样偷跑 然后最主要是给中国大陆压力 那也有可能就是 他们谈成的话呢 就有可能3月1号的话 他们也有可能就 就美中也宣布说 这个 这个 韩战的这个结束嘛 因为最重要交战 其实最后是美中的交战嘛 所以这个都可以 然后再下来就是 他们就要去 在北京啊 或者是首尔 哪里就去 或者甚至平壤啊 他们签一个和平协议 但是和平协议 可能会 未来是会跟这个美朝建交 可能会要挂在一起 是是是对这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我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双方已经停战 那 现在目前联合国的军队 还有美军 还有必要一直留在 朝鲜半岛嘛 这个问题是 因为我最近看到 不管是联合国司令部 或者是美军司令 都一直在讲说 即使达成了这个停战协议 不会影响到这些部队 在南韩驻留的 这个情况 这里面是矛盾的 那可是 是不是南韩也希望 这些部队 能够继续留下来 用来作为安全保证呢 这要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其实 就是美国跟南韩 如果大家注意的 川普最近有讲了吗 他说 这个虽然美国跟韩国 达成了驻军的协议 但是他不满意 他不满意 他是希望能够 20亿美元的 但是韩国只给他 最后加了加 加码最后也只有10亿 还不到嘛 所以的话 他不满意 不满意的话呢 换句话说 他跟北韩之间 有什么东西出来的话 将会对韩国产生冲击 比如说业重office 就是一个压力了 假如真的建交 那更不得了 压力更大了 那美国有必要 在韩国驻军吗 现在就是一步步推 要压韩国 要付全部的这个账 就是他讲20亿美元 你不付这个账 我到时候告诉你 大爷就宣布 我撤军 你看你怎么样 那我告诉你 到时候韩国乖乖的 就屈服 韩国现在目前 内部是怎么想 当然有些比较激烈的左派 认为说 最好你美军赶快撤 让真正的韩半岛 能够归于统一 但是主要大部分的保守派 都认为说 美军还是不能撤 这个谁也不知道 北韩会不会哪一天又变了 那现在会变成什么样 南韩这边是怎么决定的 至少文在寅是怎么样想 这个文在寅是希望 当然是美国要留在韩国驻军事 符合他的安全的利益 因为毕竟说实在的 美国真的完全从韩国撤出的话 只剩下两韩的话 虽然韩国讲他的国防没问题 但是北韩绝对单打独斗 北韩一定能赢南韩 因为北韩就有 具高零下的优势 他不用核武就打赢了 所以韩国人也在讲说 你看看金正恩的二十几个保镖 韩国人四十个保镖 跟他打不一定打得赢 那些人又高又壮 而且把他丢到那个洞里面去 垫到他能够爬上来 才能够行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北韩人他们要了命 他没吃没喝 他就为了打仗才有吃有喝 所以的话 我相信文在寅要的 当然还是希望美国驻军 所以我刚才讲说 他美国是要你付20亿 所有的钱你都付 我还可以住 当然这个 而且说实在 因为Donald Trump老早 在进选室讲过 他说没有必要住进 在美国 在韩国他可以撤军的 你自己需要核武 你自己发展核武 关我什么事 要不然你就交保护费 保护费的话 你交的不够高 我不要 我可以退走 所以这个来讲 这个是Donald Trump厉害的地方 他就是要 跟美朝谈 实际上对韩国是施压的 韩国上次好不容易 跟美国谈了一个 不到十亿美元的一个价格 但是以前是五年一谈 现在改成一年一谈 意思就是明年还要再谈一次 所以他表明了 他就是不高兴 后来川普又出来讲了 川普说他不满意 所以他不满意 但是呢 也就是 也算是给了韩国面子 暂时的 但是下面 所以他才用这一招 他跟美朝之间 这个 这个 互设办事处之后 马上给韩国压力就很大了 因为大家想到 下面就是建交的可能性 只是什么时候而已 那这一建交的话 马上下面的问题就是说 还需不需要在韩国驻军了 因为他们两个根本就 正式的外交关系了 那直接可以通了 通了干嘛还需要 还需要驻军呢 再加上后面还有一个 和平条约 如果和平条约得到 这个四国或者六国 保障 这个美国部队 北韩人使用核武 然后大家和平相处 那这样还 真的还需要驻军吗 因为如果是 和平条约签了以后 其实当初联合国的决议 等于现在就用新的 这个和平条约来取代 联合国也 也等于是 不再能够授权 有部队住在那里了 对 至少联合国部队 联合国司令部 这个 这个要 要消灭掉 对 那就没有 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对 因为他已经正式建立了 外交关系了 而且也没有战争状态 有战争状态的时候 那时候才设立的 那是因为韩战 还没有完全正式的结束 你才需要这个单位 那一旦他们两个 已经建交了 联合国实际上 已经就没有作用了 也没有战争 你刚刚说第三个 现在这一次看起来 在河内的高峰会 很有可能会 同意互设联络办事处 这个联络办事处 到正式的设大使馆 你觉得还会有多久 就目前这个美朝 积极的这个态度来讲的话 是有可能在2020年 就是总统大选前 会建交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就是一个 顺利的发展 但是这个没有保障的 比如说这个中美建交 有72年 他们就设立了 连约中office 到1979年才建交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当然还是要看 双方的互动 也可能2020年之后 选出来不一定是川普 那又不一定了 那可能又有变数了吧 美国人很奇怪的 每个总统就是要做一些 跟前面那个总统不一样的 那下面又恢复到 假如是民主党的话 他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了 说不定又回到原点来了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我是看 应该是在 应该是2020年之前会建交 那但是真正是不是这样子 那当然还是要看 他们两边之间的互动 当然还有一个 非常象征性的动作 这个是代表 两边的关系完全恢复 就是金正恩访问白宫 或者是川普访问平壤 这个你觉得又有多快会实现 这个在今年下半年实现 这次如果谈得好的话 今年下半年实现的可能很大 甚至接着来的就是建交 所以金正恩方面一直都很希望 这个川普到平壤来 他让他这个大 很多人的这个十几万人 场面 上次谁去说十五万人 他川普来搞不好 运动了二十万人来 那川普一高兴就向竞选 宣布建交了 那他就要了这个 那同样的美国方面来讲 也是可能有请他去白宫 那在他这个要宣布竞选前 或者是2020年之前 这样对他有政治利益 那前面的做不到 我做到了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可能性都是有的 那对北韩来讲的话 他没有坚持 他只要说你愿意建交他都愿意 到平壤还是华府他都没有一见 当然最希望的当然还是平壤 那对金正恩的面子挂得住 那但是呢美国 现在美国有这个需求的话 一定要去白宫 他也没意见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所以我为什么讲说 现在目前双方都有这个动力 timing时机到了 都想要快快的彼此 那金正恩要赶快 他动经济了 一切都准备差不多要合理 然后当然希望建交 那美国来讲 那双方来讲 丰功伟业两个都有了 所以这个可能性是有下半年了 最后我有你 就19号的晚上 这个文在寅跟川普通了电话 当然是有关于这一次核内的峰会 南韩没有去 但是他们非常关心这个事情 你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南韩现在跟美国提 金刚山跟开城工业区 希望能够是第一个 在没有违反制裁的一个情况之下 能够开的 或者是用这个方式 大家都能够得到好处 北韩得到好处 南韩这边也愿意这样子做 你觉得南韩会在这个后面 扮演什么样子一个角色 尤其是大家会关心的是 金正恩什么时候要履行 他原来的承诺 要去访问南韩 对韩国来讲 第一个虽然当然是乐见 这个美朝在河内的峰会 但是他心中也是有点紧张的 怕他们两个达成什么协议 就是说不是完全契合的 但这就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那再下来就是说 这个韩国要有一些角色可以扮演 对对对 所以文在寅为什么要打电话 打电话给川普来讲 就是在这里要显示出来 韩国的存在 韩国人在意的是什么 然后当然也要扮演中介人的角色 就是替北韩的说相 就是说能够经济制裁 能够解除 因为他也希望两韩开始 透过金刚山旅游计划 至少金刚山旅游计划 要能够重启 假如开车关于那更好了 开车关于那可能这次 不是一定一步到位 但是金刚山的旅游 来开始就是好处 还有这一些 那这样子文在寅才能跟金正恩讲 你看我帮你促成了这些了 那你就回访要实现了吧 所以的话 这样子就逼得金正恩了 也是可能在这个之后 要来韩国的访问 必须实现他的诺言 那金正恩也是要想这样子 因为他也怕川普又变化了 所以有个文在寅在中间 还是有这个作用在的 但是最后 美韩的利益是不是一致 韩朝的利益是不是一致 这还是要中间还是有变化的 这还有一个中国大陆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韩国是非常紧张 也非常小心的 希望最后利益是更能接近 他自己的利益的 今天非常谢谢 刘教授跟我们来谈 在峰会之前 我们也很期待 看到这个接下来 峰会会是怎么样的 到时候再邀请刘教授 谢谢 谢谢 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